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不到一岁的她因为哭闹不睡觉 被脑虎的父亲大力摇晃 结果造成严重的脑部损伤 妈妈艾米表示 只是把女儿留给爸爸照看了一个晚上 突然就接到电话说女儿没有心跳和呼吸了 到了医院看到她全身都插满了管子 整个人都呆住了 小夏安被医生诊断为婴儿摇晃综合症 脑出血手术了好几次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而孩子的亲爹也被判刑 现在夏安的情形已经好转很多 但是还有癫痫等候遇症 夏安妈妈把她的故事分享出来 希望家长们一定要控制情绪 不要随意地摇晃自己的孩子 好了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条微博 照片是人们用来记录日常生活 美好瞬间的媒介 不过你有想过给这些成品照片加点料吗 一位叫卢卡斯的巴西艺术家 创作了一组插画照片 名叫漫画入侵 他先是从别人的Instagram上偷走了照片 然后在照片中添加插画 插画内容或风趣或疯狂或古怪 将平淡无奇的照片变得生动好玩 让人是忍惧不惊 那网友形容他的风格乃脑洞大开风格 而看过卢卡斯的创意作品后 你是不是也希望让他把你的照片偷走呢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父女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